Hello 各位好 我是Walker 欢迎来到Walker Lone 上次说了Diachron的背景 故事和初代的产品 当然Robot Base一定是最吸引的 但我自己觉得Diabetos 才是帮Tacolor奠定日后的方向 可以说是集中火力地生产 一些变形和合体的机械人 接着一年半载 其实他们真的是浪费 一口气生产了很多很多的产品 我就不齐 我有那些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和大家玩的就是Gats Broker 它有中文名的 就是14基合体 顾名思义 就是14基合体 这两架主机是有合金的 其余的应该是全胶 每一架机下面都有小绿 可以录一下录一下 其实它有一个弹射的台 可以将一架一架的机器彈出去 其实很简单 而且合体之后 没有什么可动性可言 这一枝14基合体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其实这一枝是最容易买到老番 它的老番颜色是不同的 很斑懒的 红色和青色都有的 但实物我还没见过 我只是在网上看过一些照片 好 主体 差不多了 其实你看到每一架 都有位置可以坐下 这一架是红色的 但是它只给几个人 永远都是这样 这是一架系列的特色 你想它给14个人 就没什么可能 完成了 接下来到这三架 一架转地车 一架跑车 一架飞机 三架都可以变机器人 好了 三架在这里 如果是全新的 你还会有宣传冊子 就是哄你买多些的 有一架贴纸 和人仔 每一架都有一个人仔 三架 它都有这样的机动性 小时候应该玩不少 拉后可以向前 要变机器人的时候 首先要拿起人仔 通常Diaclon的产品 它变成机器人的时候 駕駛员都不能操控 这个有点可惜 幸好 reboot version 就已经改善了 这一架 现在逐一变 先把头盘回来 第一架 这三架 因为它的变形 设计 关系 变成了 可动性 比其他单级银产品 三兄弟 比其他单级银产品 三合一 三架 三架战机 变成一个机械人 而每一架战机都有一套装甲服 你看到我这一架是散装 也有box set 但box set 只给你一套装甲服 而散装每一架都会跟一套装甲服 所以如果价钱参不了 我自己觉得买散装是值得玩些 玩的时候 也是要拿开人仔 你看到每一架都有飞弹 这个黄色是飞弹 这两架都是射出的 而这架的飞弹 是手指 其实每一架装甲服 后面都没有一架炮 这架都是飞弹 这架都是飞弹 通常都很严厌 所以玩得小心点 当然 Diaclone的驾驶员 可以收入装甲服里面 刚好 之后 就可以收起它 每一架都可以 这架是这样的 这架是这样的 还能显示出来的 挺有型的 好了 到玩结合了 首先这架是要拆件的 我先拆出来 有些遮掇件 这个就是脚 接着这个 还有这个 先拆一下 这个 可能要拆掉 飞弹 这个 可能要拆掉 这架是 大力 就出现了 也没有什么可动性 只有两架手可以 可以 好玩的地方 就是结合了 刚才的装甲服 还在里面 挺帅的 可以拆掉 多余的装甲服 就可以拆掉 一架 有些似以靠 reboot的玩法 就是这样 讲到装甲服 顺带一提 其实Diacron 亦有很多模型的产品 根据网上的资料 有200多款 其实也不奇怪 因为他学了Bandai MSV的玩法 就是和一个帽子 鑽式又鑽式 沙漠式 松林式 雪地式 而且他是玩真实军事风 有水贴 盒子的旁边 又弄了一些 很有情景的范例 让你看到 很吃到当时的潮流 Diacron的模型 我比较少玩 因为大部份 砌出来和玩具都差不多 除了装甲服 因为装甲服 比玩具高很多 所以他有些多可动性 我自己这款 就由了玩具 用来和玩具一起玩 Diacattacker 外形挺杀石 够高大 很多部份都是合金 可动性 一样是皮弱的 只是手肘可以90度 拳头和Robot Base 是可以放駕駛员上去的 下面有一块铁片 所以黏得比较实 如果你不喜欢拳头 他另外有飞船 给你换 这样 好了 变形了 一样要拿走 就是这些 还有要脱帽 以当年的产品来说 Diacattacker的变形 是相对复杂的 有一次我看过一篇 《河心政治》的访问 原来他小时候 是三一万能俠的粉丝 看完三一万能俠 就很喜欢 就立刻尝试做它的模型 他就发觉 原来变形是骗人的 根本上变形就变不了 他就决定 如果有一天 他变成机械设计师 他一定要设计到 一些可行的变形 变了之后 就可以坐駕駛员上去 坐駕駛员的位置 除了机头 机嘴 中间 其实这两个脚位 都可以让駕駛员坐上去 当然人仔就只有三个 挺好的 这款 Battle Buffalo 这一款是相对设计上 我觉得是比较怪际的 只是这一款的外形 已经有点可惡 颜色也不是很大 本来一向都用到紅色 今次用了红黑 来做主调 它的变形合体 也是很简单 這隻鞋子就這樣鞋回來後面 其餘的兩架機就要拿走駕駛員 這個位置是飛彈 射得出來 但其實這個要拆的 左右腳分開 然後把這個 插上去 給他兩個拳頭 這樣就成事了 變完了 昆蟲星人的機械人 奸國終於出場了 有些超賀金的感覺 有一塊好像 POPPY的合金 那種這樣的 Presentation 三隻機械都可以讓外星人坐上去 在這些位置 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逐隻坐了 結合一次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腳 都是用少少力的 這個就是頭 腳要收回 放進去 那個年代的軟膠都很難捱 這個 要這樣拆開 就是他的手 不是很簡單 他的腳在後面 頂著他 進不到 這樣就要 按下去 這個 來搶地球資源的外星人 就拆開了 都是手蠶肉度而已 1982年的年尾 發生了一件事 徹底改變了變形玩具的潮流 就是超時空耀塞 1比55的 VF1J TAKATOKUKU出品 突然之間 小朋友就不再太喜歡 這些未變機械人之前 款式有些奇奇怪的設計 而他追求一些 你完全猜不到 他可以變成機械人的玩具 剛好在那個時間 TAKALA就推出了Car Robot 亦是非常受歡迎的 這些民用的車輛 變成機械人 但是 問題就來了 Diacron的人仔 和那些民用車 比例就完全不咬嚴 很硬地加入 令到這個Diacron的人仔 開始有些雞鈎 之後的火車變機械人 那個比例就更加 完全不知道 做什麼 1983年的東京玩具展 孩之寶就發現了Diacron 他的Car Robot 買了他的版權 不要了人仔 變成了Transformers 多謝各位看了這兩集的Diacron的分享 其實大部分的資料 我都在周圍找回來 希望沒有什麼錯漏 其實這個系列 好像有一點情意結 是因為我小時候 當我有機會買玩具 例如我考時考得好 我都會選擇了那些有卡通片 而捨棄了Diacron 變成我每次都沒有買 所以有那個情意結 暫時是這麼多 多謝你們收看Walkalong 多謝你們支持玩具TV 多謝你們支持玩具日報 下次見 拜拜